為佛弟子 為佛弟子 常於昼夜 至深重念八大人教 第一覺五 世間無常 國土危趣 四大苦空 五陰無我 生滅電義 虛偽無主 心是樂園 仍為聚首 如是觀察 佔離生死 第二覺知 多欲為苦 生死疲勞 從貪欲起 小欲無為 身心自在 第三覺知 心無厭竹 為得多求 增長罪惡 菩薩不移 常念之足 安憑首度 為為事業 第四覺知 海苔聚落 常行精進 破煩惡 破煩惡 吹伏四魔 出陰介獄 第五覺五 如痴生死 菩薩常念 廣學多聞 增長智慧 成就變才 教化一切 教化一切 適宜大樂 第六覺知 行苦多怨 還傑樂園 菩薩布施 等念怨春 不念舊惡 不憎悟 不憎悟人 第七覺五 五欲過患 衰惠族人 不染世樂 常念三衣 雅撥法器 自願出家 首度清白 凡行高原 慈悲一切 第八覺知 生死自然 苦惱無良 發大誠心 普世一切 願代眾生 受無良苦 令諸眾生 筆景大樂 如此八事 乃是諸佛 菩薩大人 知所覺悟 精進行道 慈悲修為 誠法新旋 知烈盤岸 復還生死 盜脫眾生 以前八事 開道一切 令諸眾生 各生死苦 寫離五欲 修心聖道 若佛弟子 眾此八事 於念念中 滅無良罪 進去菩提 速登正教 永斷生死 常住快樂 佛說八大人各經中 以治療 衝門 外國人 接通